好 刚刚看到的奥利利总理前往布查这个小镇来视察 那么事实上就是因为俄罗斯虽然撤出了基辅地区 但是留下了可以说是人间炼狱的景象 在这个布查基辅西北部的小镇就出现一个大型的乱葬岗 遗体数据恐怕高达300具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这只是冰山一角 事实上其他城市也发现了许多平民遭到残杀的遗体 而俄罗斯方面则嗤之以鼻称之为假新闻 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丁他的最新民调还上升到83% 不少俄罗斯人都相信这是一场正义之战 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乌克兰人命丧俄军枪口 见到亲人遗体的家属痛不欲生 哭到全身贪婪 几辅西北近郊城镇不查 俄军撤退却留下满目疮遗憾 一地心碎 白色的庄严教堂旁战争惨慌横城市人面前 来不及填平的乱葬岗震惊国际 镇长形容如狩猎恐怕不为过 看看沟渠内黑色塑胶袋里都是无辜百姓的遗体 被雨水浸湿的土层露出双手靴子触目惊心 拉远从卫星画面一看 乱葬岗规模超大 长约14公尺 乌克兰人权监察官预估遗体数量约150到300具 这宛如地狱的场景不止一出 街道尸痕遍夜 许多运南平民手脚被绑 从后方遭行刑事近距离枪杀 遗体衣衫不整 有人被俄军用招带捆绑 死前手指缺血泛黑 部分遗体被烧得紧勉强看得出人形 俄军疑似把地下室当枪决密室 死者还维持生前姿势 这些暴行乌军返回布查后 主意曝光 收拾都要小心翼翼 用缆线移动遗体 因为俄军疑似边撤退边埋地雷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四后亲自巡视布查 痛批俄国政府就是想杀光乌克兰人 这些是战争犯 他们会被世界的犯罪 千亿人都被杀了和被杀了 瘋了脖子 杀了女人和被杀了孩子 其实遭行刑事屠城的布查 只是冰山一角 车程约半小时外的城镇 薄罗江卡 同样惨绝人缓 许多死者身上明显遭虐待 疑似运送医疗物资的人员走枪杀 两栋炸垫大楼的地下室 埋着避难人群 断园残壁下的惨况 恐比布查更可怕 吴国民兵还拍下 3月7号机福西部一处高速公路上 重量白色四家轿车停下 驾驶看到俄军下车高举双手投降 却立刻遭攻击 随后一大一小 两名乘客也被俄军拉下车 遗体则被拖走 下一段影片 七十一城兵冷遗体 俄方失控否认杀平民 但士兵无限通联卸了底 德国情报单位拦截俄国士兵 与军官间的无限通联对话 内容清楚记录 俄军讨论如何杀害老百姓 而卫星逼对画面也是成堂证供 美国总统拜登率先跳出来 骂普丁是战犯 所以这就是乌军 他是战犯 我们必须把所有详细 这可以实际上是战犯犯 佐伦斯基5号首都队联合国安理会 发表演说 机动现场点名俄国主联合国大使 把俄军和高层比喻为 二战纳粹战犯 但事实上 普丁被指控犯下战争罪 已不是第一次 俄军过去曾摧毁车权的 格罗兹尼却能逍遥法外 因为从现实层面来看 要起诉普丁相当困难 赵克行的出路是诉诸国际特别法庭 像是针对纳粹战犯执行的 纽伦堡审判 而目前联合国大会所做的 就是在台湾时间7号晚间 投票暂停俄罗斯人权委员会的 会员资格 这结果让俄罗斯气得 旋即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 不查惨案成了战争开打以来的 重要转折点 先前毫无反应的联合国 终于动了起来 然而战时把俄国 提出人权理事会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力量 毕竟维和行动需要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全员点头 俄方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莫斯科不太可能同意 自家军队撤出 不过联合国并不是完全拿 俄国没者 安理会受刺授权 使用武力是在1950年 试图解决朝鲜半岛 朝海两国政府的战争 同年在美国提议下 通过联合国大会377号决议 想绕开苏联的否决权 内容指出若遇上破坏和平 侵略等行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没有一致决策时 大会可向会员国提出 集体解决办法 必要时可动物来恢复国际秩序 但针对各方谴责 俄国坚持都是西方 说好的假新闻 普丁六号甚至拿粮食出口要挟 报复国际制裁 俄国定调入侵巫国是合理的军事行动 竟让普丁支持率标迫近四年来新高 俄国独立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 最新民调显示 普丁三月的支持率飙升到83% 专家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打出反纳粹牌 煽动国民历史情感 以及国营媒体大内宣 但不是所有俄国人都认同 俄军正义之战的形象 俄国行动艺术家 受反绑 脸朝下 模拟遭行刑事枪决的乌克兰平民 背景就是克里姆林宫 讽刺意味浓厚 通知里地下室到处都是尸体 战争单搁下去 类似惨况空将陆续浮现 民事新联新专题报道